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还是坐等官宣吧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在剧组里被许多演员称赞 都在夸他 人好 颜值高 是天生吃这晚饭的人 完美的无可挑剔 其实剧组多数演员对于肖战的评价都相当良好 有群演近距离接触过肖战 在拍蹦迪戏的时候 亲眼目睹他的盛世美颜 称赞非常有气质 很高 很白 皮肤很好 确实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内娱大帅哥 该剧组的拍摄地点恰逢肖战老家重庆 想必他也会抽时间回家过年吧 不用长途奔波 可以用节约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家人 常年在外工作 近年来他更是连轴转 太累了 怪不得粉丝们都在心疼他呢 至于肖战被表扬称赞也是常态 可以这么说 与其合作的演员 导演 乃至工作人员 都会给他竖起大拇指的 他也是的的确确做得非常不错 是一位颜值与演技兼具的实力派 就连本身都不追星的 鱼挤鱼竿小编也对他颇有好感 和我一样喜欢他的同学 可以点击关注一下本频道哦 总之 我们还是在此祝福肖战吧 期待他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绝伦的新作品 这么一位负责任的优质艺人 未来可期 前途一片光明 希望可以拥有更好的作品 最后 大家对此还有什么看法呢 在下面留言评论一下吧 作为内娱出了名的有钱哥哥 肖战的大方那可是出了名的 从刚刚出道加入X9少年团开始 肖战就因为是团队中年纪最大的经常请客 后来无论是在哪个剧组拍戏 同组演员与群演们经常能够吃到肖战请客的饮料 那时候的肖战刚刚来到娱乐圈 在积蓄不多的情况下 都在充当这个请客人的角色 更何况如今已经在娱乐圈成为顶流的肖战呢 陈情令剧组中同组演员经常被肖战请客吃饭 群演们经常能够收到肖战请客喝的饮料 《如梦之梦》演出结束 肖战经常性地投喂咖啡 蛋糕 月饼 柠檬茶 奶茶 如今到了交洋伴我剧组 那肖战可是投喂剧组工作人员到 粉丝们都恨不得加入剧组了 去年9月份 交洋伴我正式开机 直到现在 剧组人员一起经历了 国庆 圣诞 跨年 新年 还有平常无事时肖战也会请客聚组 于是我们看到除了奶茶之类现做的饮料外 肖战还送出了新养道 宜达等自己有代言的产品 那一箱箱一袋袋的摆满在桌上 还真有点公司拿年货的感觉呢 如今到了小年夜 虽然南北方的时间不同 但肖战很明显是按照南方的节日来的 为了清贺小年 肖战给剧组工作人员送上了自己代言的溜溜梅 还是红色款 也是十分符合过年喜庆的意味的 将溜溜梅的桶堆成了个小山 还是格外显眼的 很明显 当看到肖战又一次请客的时候 不少粉丝都表示自己已经溜溜梅了 谁让肖战如此大方 在剧组请客一次又一次 而自己却只能自己买 还总是不发货 合理怀疑溜溜梅都被肖战买去剧组了 从新养道到宜达 再到溜溜梅 肖战那是轮流把自己代言拿出来请客呀 若是焦阳伴我拍摄时间再长一些 恐怕下一次出现的就是德福 开小灶 欧扎克和玉田传咖啡了 从去年9月份到如今1月份 肖战在焦阳伴我剧组已经有超过3个月的时间了 虽然他经常性请客 但大家都知道 依着一部剧正常的拍戏流程 想必肖战盛阳的沙青也不远了 他与剧组人员的相聚也没多久了 即使中途因为口罩原因暂停拍摄过 即使肖战有几天的时间去准备如梦之梦了 即使肖战在焦阳伴我中是绝对的男主角 可一部剧也不都是由主演撑起来的 肖战的戏份虽然多 却不可能都是他的 等到盛阳的戏份完结 就是肖战与剧组分别的时候了 肖战的大方在成年人中那是很有必要的 虽然他与剧组演员们都是短暂合作 但是身处内余 有一个好口碑还是很重要的 当年的数字事件中 肖战在那种情况之下都没有任何人出来道游 无论是他曾经的同学 还是他合作过的演员 群演 在为人处事方面 肖战绝对是很到位的 焦阳伴我何时杀青不知道 已经与剧组过小年的肖战 恐怕也要与他们一起过春节了吧 最近肖战首会福字视频发布 引起广大粉丝关注的是 肖战手腕上那一根普通又夺目的红绳 有的粉丝朋友说 就是有一种错觉 也许他手腕上的红绳 是那年我们曾经编给他的那些吧 很多粉丝也回应说 有这样的感觉 2020年肖战出于娱乐风暴中心苦苦挣扎的时候 绝望无助的日子看不到尽头 粉丝为了保护他 闭脉 躺平 不敢发声 开小灶全国开展的线下体验活动中 肖战的人形立牌和巨幅海报 就是爱他支持他的朋友们情感寄托的载体 大家把一个个自己亲手编织的 带着满满祝福和思念的红绳 挂满了肖战的人形立牌 把一句句祝福的话语写满了海报的每一个角落 大家说 顶流就是真人不出现 立牌带立他巡演半年 热度依旧断层 开小灶把这些红绳都一一收集起来 打包了好几个大盒子送给了肖战 肖战表示收到了 很感动 那一定是他人生中寒冬一年里的一点温暖 他一定倍感珍惜 之后肖战出现的画面也带了很多次的红绳 并且每次款式都不一样 很多粉丝隐隐觉得 他是不是在那一合合的红绳里面选了一条 毕竟他真的是一个心思细腻的人 现在的他戴得起任何名贵的腕表和手链 可是他日常手腕上的 却还是那普普通通的红绳 这样重情且长情的肖战谁不喜欢 他的精神世界无比富足 透彻 他的灵魂干净而纯粹 那么多的红绳 每一条都承载着最纯粹的祝福和思念 如果带着他们 会不会接收到这些海水一样的情感呢 爱他的朋友说 其实是不是大家的红绳都不重要 只是希望那么多的祝福叠加在一起 能够保他平安顺遂 所以这里我就不客气了 他戴的那条是我编的